哇 太好吃了 這碗可以 我可以再吃一碗 真的 大家好 我是尼亞師Ricky 這次要拍的是我的開箱系列 這次開箱是拌麵系列 上次開的是優格 這次真的是遲到了非常久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看我拍這種垃圾失誤 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們為了公平起見 我們拍的都是以辣的為主 因為可能有些麵吃辣的就是會比較好吃 所以全部的拌麵都是辣的 這個全部都是我們自己買的 有發票證明 就算是葉片 我們也是公正的 因為我們所有葉片的產品 我們要自己使用過 覺得安心OK才會推薦給各位 這次規則比較不一樣一點點 會有小幫手幫我把麵給處理好 讓我來試吃 而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小幫手他不會讓我知道 我吃的麵是哪一款 所以我要藉由我吃麵的口感 跟他的麵 或者是他的醬 來猜是哪一款的拌麵 並且來去評比出 哪一個熱量比較高 比較危險 欸不對啊 這個會不會太難了吧 該不會這個也有懲罰 這個也要有懲罰 可是這不是開箱拌麵嗎 應該讓我好好的吃 然後品嘗給大家說有多好吃 不就是應該這樣子而已嗎 好沒有關係 營養師呢 最後還有一個評比來告訴大家 他的營養素啦 像是他的 脂肪啊 熱量啊 那含量 以及他到底好不好吃 以及他辣到底是多辣 我都會幫大家給整理好 以及推薦哪一款 給大家比較好吃 還會教大家 如果想把拌麵當成正餐的話 到底該怎麼做 Let's go 那我們這次呢 有九款的麵 蒸拌麵 香辣豆撈 老蕭拌麵 油泼小辣 Kiki拌麵 老醋麻辣 沾麵 川麻沾醬 假以食日 燒焦麵 醋麵 蜂蜜麻辣 千拌麵 辣豆拌黃麵 太和店 麻辣拌麵 瓦城 泰式酸辣 乾拌麵 哇 這個真的有點困難 好 讓我來研究一下 到底什麼麵長什麼樣子 好 起小幫手趕快幫我煮麵 Go 醬包 Go 好 我現在要來先試吃第一款麵 先看麵的感覺 它這個有點像微粒炸醬麵 它連醬料包都很像 我來看一下它辣豆瓣 嗯 是辣豆瓣的香味 它有酥油 你從醬料就可以聞到它鹹香啊鹹香 很香很好吃的感覺 那這一款又是辣油末嗎 好 我來拌一下 這個麵呢 煮完的時間都是差不多的 我們在破麵的時候呢 就是我在試吃每一款之間 我們都會先加熱水把它給和開 這樣吃起來每一款都會差不多 這樣子還公平 好 可以了 這款麵呢 聞起來味道有很像炸醬麵的感覺 然後它的醬的比例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多 可是麵呢 是很多的 我先試一下它的口感 嗯 它的麵還是算Q彈的 咬起來麵心呢 是會回彈的感覺 它的辣呢 是有後勁的 一開始吃下去那個辣呢 是感覺是滑順過去 其實是完全沒有辣感 可是呢 後勁會辣 嗯 好 那等一下誰要吃 就配了這款麵肉的嗎 這應該是那個 蒸拌麵香辣豆撈對不對 恭喜 打開了 喔 欸 蒸拌麵怎麼變成這一款 它的麵很有嚼勁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變這款細麵 這是成成哥的麵 喔 這對 成成哥的麵耶 我還上過它的兩次節目 那個全民興攻略 它的主持真的是一等一的厲害 那這個蒸拌麵的價錢呢 是一整包只要248元 那裡面有分的四小包 每一小包呢 是大概62元台幣 價錢呢 我覺得有點偏中貴 它的辣度指數呢 我給兩個辣椒 那它的好吃指數呢 我給三個讚 那這款呢 OK 下一個 第二款 它這個醬料呢 比較多耶 多了一包 它的麵呢 感覺是關妙麵 哇 這個香味比較富比 哇 還給整根的辣椒耶 這個蛋粉喔 這款我覺得太明顯 它整根辣椒都拿出來了 逃得倒我嗎 它有那種 剝皮辣椒的那種香 然後 它有那個辣油呢 聞起來呢 不會太刺鼻 我來試吃一下它的麵 會鹹耶 它這款呢 吃起來是酸辣酸辣的口感 它的辣呢 不會像上一款 它的辣是有後勁 前面很辣 後面更辣 我喝個水 它會讓你吃起來呢 不會一直很辣一直很辣 它有酸辣 口感會比較多層次一點 這款太明顯啦 你看直接一個剝皮辣椒 嗯 這個醃的有好吃 我在猜這款應該是老蕭拌麵對不對 啊啦 哈哈哈哈 我又答對了啦 這款老蕭拌麵 油波小辣 真的是有夠辣的 我整個都已經在流汗了 有沒有看到 這款老蕭拌麵呢 價錢呢 一包呢 是259 一樣有4小包 一包呢 一樣是64塊錢 跟剛剛那個餅呢 一樣都60幾塊錢 這個呢 多一款剝皮辣椒 我會覺得這款呢 我比較喜歡一點點 它的辣度呢 有4個辣椒 它的好吃指數呢 我給4個讚 下一款 第三款 這個麵也是很像泡麵的本體啊 它再聞起來呢 會感覺比其他款都還要好吃 雖然都看起來好像很平淡無趣 我再試吃一下喔 這個麵的份量也是蠻夠的 喔 好香喔 我覺得這款吃起來還好 它聞起來味道不錯 可是吃起來口感卻是普通 我怕是上一款的辣椒指數太高 這款吃起來沒有辣度 幾乎不太辣 然後麵的口感沒有剛剛幾款那麼的Q彈 它就是吃起來就是一般的乾麵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款呢 沒有辣度 但香味不錯 這款呢 我猜是 KIKI老醋拌麵 答對了 哇靠 我又答對了 等一下 KIKI 是誰 新美 新美姐的喔 那這款好吃 哈哈哈哈 沒有辣 我講一下 因為它這款吃起來口感就是 你會有個香味 原來那個香味就是醋 我剛剛突然講不出來 所以它有醋香 可是那麵呢 吃起來我真的覺得是一般 然後它的醬那樣 聞起來好像很厲害 吃起來就是一般般的口感 這款拌麵的價錢呢 特價是220元 裡面呢 總共有5包 平均一包的單價是44塊錢 就是所有拌麵系列最便宜的 它的辣椒指數 我給的是0 因為它幾乎不會辣 那它的好吃推薦是我給2個讚 下一個 好 吃起來第4款 這款我覺得還蠻明顯的 因為它剛剛的那個醬包 很像豆瓣醬 可是裡面又有顆粒感 好 來試吃這一款 嗯 這款我喜歡 它有焦麻在裡面 然後有花生醬的感覺 那個拌麵呢 吃起來感覺是有麻醬麵 它有後勁耶 它後勁那個辣更突出了一點 哇 太好吃了 那個麻香 我覺得那個辣的麵啊 一定要有那種焦麻 才會好吃 然後這款因為可能有放像是花生堅果類的東西吧 所以它吃起來口感非常的濃稠 真的很棒 這碗可以 我可以再吃一碗 真的 嗯 這一款的應該是沾麵 穿麻敗麵 對不對 答案 每一款真的都是你自己試吃出來的嗎 真的 我真的每一款都自己試試出來的 我一開始他們出這個企劃給我就覺得說 太瞎了吧 誰知道吃一個麵就知道是哪一個品名 然後我發現 其實可以耶 因為每一款麵都有它們的特色 而像這一款呢 它的麵的特色就是它裡面有焦麻香 剛剛的麵呢 都沒有像這些的東西 然後它除了焦麻香以外 還有那種花生的顆粒感 喔 真的很讚 然後它是型男大主廚 詹姆士出的 果然它的麵有到達它的水準 是真的蠻厲害的 然後它這個一包的價錢呢 折扣後是230元 一小包的單價呢是76元 總共有3包 它這裡面單價最高的 可是你在吃麵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的份量非常的扎實 大概是一個男生吃這一碗麵 絕對會飽的一個份量 然後它的辣椒指數呢 我給的是3個辣椒 好吃指數我給5個讚 這款第5款 這款那個麵真的 歐嚕嚕的 酸的感覺 它也有加醋 它這個吃起來口感有黑醋在裡面 然後它這是刀削麵 所以它整個麵體也是很Q彈的 這款不錯 是我會喜歡的 再吃一口 可是因為它都是黑黑的 會導致它 醬得沒有很豐富的層次感 所以就是一個味道 從頭到尾就是這個味道感 所以它沒有前後的層次味 這款我猜的是 太和店的麻辣拌麵 終於答過了 欸 不是嗎 是假椅食日 哦 原來是燒椒麵喔 這個是誰的 假靜雯 假靜雯的 哦 假椅食是假靜雯的 假靜雯也可以說是我們小時候的女神了 有沒有聽過 逼龍在天 有聽過吧 這款椒麻麵還蠻不錯的 原來剛剛那個有一個味道的感覺 原來是胡椒 我不知道 它是花椒 哦 它是花椒 因為它的後勁現在開始又在辣起來 因為我從剛剛到現在開始有那個辣感 它後面會燒起來 這款椒麻麵折扣的價錢呢是275元 總共有4包 平均呢 一包的單價是68元 它的辣度指數呢 我給4個辣椒 好吃推薦 我給4個讚 下一款 第6款 前面有沒有講過 醬料越多的 通常吃起來越好吃 啊這醬也太多了吧 這款是蜂蜜耶 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把麵 它蜂蜜在裡面 這種麵吃起來是最有口感 就是刀削麵 嗯 我改口一下 它不是真的很辣 它是那個辣度會直接衝到你的喉結這裡 所以你剛剛會被嗆到 不過它的麵呢裡面有蜂蜜又有辣 那它也是一個焦麻香的一個麵 所以它吃起來口感呢是很有多層次的豐富感 那我再吃一個小口 嗯好好吃喔 它吃了這款蜂蜜真的太讚了 這個一猜就知道了啦 送分 館長的麵呢 那個什麼叫醋麵 它是唯一裡面加蜂蜜的麵 對不對 太棒了太棒了 館長的這個醋麵呢是以一整箱一整箱在賣的 一整箱優惠是540元 那裡面呢有12露 平均一包的單價只要45塊錢 它是倒數第二便宜的嘛 我印象中 它的辣椒的指數呢是3個辣椒 好吃的指數呢是5個讚 第7款 這個根本 送分體 裡面唯一一款顏色是黃色的 來 這個分量也太多了吧 怎麼都滿出來 它的黃麵口感吃起來麵條是OK的 它裡面剛剛有加豆飯醬 然後它有加一包 我想那個應該是油蔥醬 讓它香味提升 整體吃起來的感覺就是辣豆瓣 然後加上有一點點醋的香氣 然後還有一個味道偏鹹 有夠大碗 這個一個男生都不一定吃得晚的一個份量 真的是很紮實的麵 這個不用猜啦 一看就是千半麵對不對 好就知道哇 千半麵它是辣豆瓣口味的啊 難怪千半麵呢整包的價錢呢是188元 裡面呢分成3小包 一小包呢價錢大概是62元左右 它的價錢呢是偏中上 可是因為它的份量非常的紮實 所以我覺得CP值來講是還蠻不錯的 那它的辣椒指數呢 一個辣椒左右 好吃指數我給3個讚 好倒數第二款麵 味道很重 它醬汁的比例感覺是超過麵 所以意思是在加半包麵都還很夠味 試吃一下 哦椒麻香整個都出來了 我猜的這款的麵應該就是 泰河店的麵對不對 哇 這款就是泰河店的麻辣拌麵大量包的 它的麻辣味呢會比較清楚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吃麻辣 我覺得這款呢比較適合大家可以試試看 這一包的價錢 80塊 它是一包一包在販售 一個乾麵80塊就只有麵而已 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價錢呢是太貴 它的辣椒指數呢 我給3個辣椒 好吃指數我給4個讚 最後一款麵吧 這個應該不用再猜了吧 就剩瓦城的那一款 它這一款呢很特別 它裡面呢有乾香菜 我就是喜歡香菜味 它這款用料是最始祖的 在和的過程你可以聞得出來 它瓦城的特別的香氣 泰河是檸檬酸就是那個味道 我吃一看 它味道呢層次是很豐富的 它有前中後味 前味吃到的時候 你感覺有一個甜甜的香氣 那吃到中間的那個酸味 會慢慢的跑出來 後面才有一絲絲的辣感 和辣的沒有很重 這款呢也不用猜猜吧 到最後一個 一看就是瓦城的酸辣麵 這款呢是瓦城的泰式酸辣乾拌麵 一整包呢是288元 裡面呢有4包 一整包呢只要72元 這是在實體店面嘛 所以會比較貴一點點 如果它的辣椒指數呢 我會給1個辣椒 好 如果是好吃的推進指數呢 我會給5個辣椒 接下來請我們吃貨Raking推散 推散 好 那我們歡迎專業營養師Raking 喔 專業的回來了 喔 那個吃貨包跑去啦 那現在請你要依據你專業的程度 來幫我們猜猜看 拌麵三高指數 吃黃高 蠟含量高 肉量又高的 全三高第一名 所以我覺得厲害 對啊 它也是酸辣乾拌麵 它的醬料有4個耶 而且它整個的麵非常的厚實 非常的重 又酸又辣又甜 阿更好吃 就是這一款 對不對 一定是 不改嗎 絕對不改 恭喜你 答 9個 怎麼可能 好 那我們就來公布答案 這次三高維新指數 最可怕的有2個 第一個呢是 泰盒店的麻辣拌麵 這個啊 泰盒店麻辣拌麵的一包熱量是567.6大 所以它是我們目前9款裡面最高的 脂肪是17克 也是這9款裡面脂肪量最高的 並列第一的另外一位是 老蕭拌麵的油坡小辣 它入選的原因是因為它的納含量有2099毫克 你已經PT一人一天建議的射累量 這個量真的很驚人 所以這款的熱量是最高的 那這款的納含量是最可怕的 PTV幫我們衝突一下 每人每日有攝取的納含量最高為多少 好我在這邊跟大家簡單的講一下 我們每人每日的所需的納含量就是 2400毫克 所以你會想說 啊我吃一盤老蕭乾麵的 還好吧才2000毫克 我還有400 你不能這樣去想 你還要去吃其他的食物 其他食物裡面也會有納含量 而且呢 可能你在吃了某些東西 它有納含量你也不知道 像吐司裡面也有納含量 我們的一些料理 它加一些醬油番茄醬 這些也有納含量 所以我們不能吃這麼高 這個很可怕 2000毫克 盡量吃少一點點 這對我們健康也會比較好一些 那納含量吃太多會怎麼樣 如果我們納含量吃得多呢 就會緊發幾個問題 我們常見的就是 隔天看起來就是水腫泡泡的 這樣呢 長期下來會造成高血壓 而高血壓呢 會衍生更多的疾病而產生 這些都是一步一步來的 所以記得不要吃這麼的鹹 你可以說一下 就是男生平均一天要吃多少熱量 女生平均一天多少熱量 如果我們比一般的基本所需 不要說減肥的喔 男生一天我們至少要吃到 2000大卡左右 而女生呢大概是落在 1600到1800 還要跟我們的身高體重 看我們的性別 年紀 然後去抓一個大概的份量 而像我們這樣一包的乾麵呢 熱量其實落在400到600大卡 其他熱量含量是蠻高的喔 因為為什麼 我們一個麵就是只有麵而已啊 你吃完就是麵 可是如果我們像是去吃便當 它一樣600大卡 可是裡面不只是我們的澱粉 裡面還有我們的蛋白質 還有我們的蔬菜 這些東西 夾夾種種起來 它的腫熱量 雖然說是一樣的 但不會像麵裡面 就只有麵 它營養素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我建議如果真的要吃麵的話 不要這樣子吃 好 既然Miki猜錯了 我們就會對你有 懲罰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講真的 你還要這樣對待 為什麼 懲罰呢 就是你要裸反三位 半面名師 真的假的啊 曾果成 蕭敬騰 那我要怎麼辦 嘿我千千啊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嘿我千千啊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跟所有港外的頻道 介紹你所有的朋友喔 野生命 好 只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唯有智慧才是你真正的籌碼 全民心攻略 讓你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好 Ricky我呢 幫大家整理了以下9款拌麵的詳細資料 我們的份量最扎實的是 我們的老蕭拌麵 油波小辣 它重量有170克 而我們的份量最少呢 是我們的Kiki拌麵 老醋辣麵 而價錢呢 最貴的就是我們的 太和店 麻辣拌麵 最優貴的價錢呢 是我們的 Kiki拌麵 老醋辣麵 而我們的熱量呢 最高的也是我們的 太和店 麻辣拌麵 567大卡 而熱量最低呢 是我們的 Kiki拌麵 老醋辣麵 脂肪含量最少的呢 也是Kiki拌麵 老醋辣麵 脂肪含量最高的 也是我們的太和店 麻辣拌麵 而我們的辣含量最少的 就是我們的館長的醋麵 蜂蜜麻辣 刀蕭麵 而辣含量最可怕呢 就是我們的老蕭拌麵 油波小辣 剛剛所講的這個麵呢 好吃的程度 跟它的辣椒的指數呢 是因照我個人的觀感 並不代表它是實際的感受 所以大家可能還是要自己吃過 它的感受是比較準確的喔 介紹完這麼多好吃的乾拌麵 我相信大家一定躍躍欲試 想要去嘗試一下 吃吃看這些乾麵 但如果吃這些乾麵 營養師這邊給幾個建議 第一個 醬料呢 不要全部都加 我們可以只加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的醬料就可以的 那如果真的想使用那個醬料 怕浪費 我們至少可以用它下一餐嘛 不要一餐當中 把所有的醬料都用完 這樣你如果其他餐 你還會用一些調味鹽 或者是醬油 那含量就會爆掉了 就會有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發生 第二點 均衡飲食 我們在吃拌麵的同時呢 我們可能只加一半的醬 那可是只有麵呢 它都是碳水化物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加一種像蛋白質蔬菜 那蔬菜呢 我們用一些青薑菜啦 香菇啦 玉米筍 都是滿方便可以取得的 那像我們的蛋白質呢 我們可以補充像這種 UP的即食雞胸肉包 因為它就是拆開即食 你只要冷藏 直接退冰就可以直接吃了 那你可以把它放進去 增加我們的蛋白質含量 像這樣一整包就有三十幾克的蛋白質 非常的紮實 如果再加雞蛋進來 我們就會有四十幾克的蛋白質 所以如果我們想吃乾拌麵 然後又想要吃的均衡 那我們記得加入我們的蔬菜 那還有我們的一個雞胸肉 它蛋白質蔬菜才會足夠 這邊一個小秘訣 如果你怕那還要報表 多吃蔬菜補充甲底質 第三個 麵呢 不要天天吃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會買一整盒 像那種館長的醋麵 買一整箱 哇 結果天天吃麵就好 還是不建議這樣吃啊 因為它麵呢 它屬於都是碳水化物 第一它又是加工製品 然後你長期每天只吃這個澱粉 又是油脂 蛋白質不足夠呢 你的四肢看起來就會一樣的胖 然後肚子會特別的大 其實長期都只吃碳水化物 再不健康 我們都是一些原型食物的 一些碳水化物 就會比吃麵還要好 像你吃糙米飯啊 無穀米 或者是我們的馬鈴薯地瓜 絕對都會比吃麵來的好 但偶爾吃一下 我覺得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就像我上一次影片說的 吃健康的食物 治癒我們的身體 吃垃圾的食物 療癒我們的心靈 所以這些食物不是不能吃 而是要挑著吃 用對方法來吃 那麻煩大家看完影片 請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喜不喜歡這種評比的影片 你們還想看我開箱評比 哪些影片 來讓我自肥一下 好 下次影片見 掰掰